公司同事銘商都沒事 上網看小說之類的 但只要主管一交代事情 就裝忙把工作推出來 該如何做 我覺得這件事情是 就是沒有一個 accountability 那這個第一個東西叫做公司內部 已經沒有這種叫做檢查的結構 例如說我們如果有一個很大的board 就是一個板子 然後這板子是 大家的這個業務量或者要做的事情 已經就放在上面了 所有人都會看到其他人所有人在做事情 然後需要花多少時間去處理掉 如果在上面你本來三天就要做完了 結果已經是12天了 你知道 大家都可以互相看到嘛 然後互相幹掉 互相 你知道 只來只去 公司第一需要有個系統 來去讓大家可以互相看到大家的東西 一出問題的時候呢 那個檢察官或者是那個 糾察的那個人的那個 位階也是要要對的 那如果老闆或者是主管 如果沒有特別去檢查的話 那問題就不會是你 除非是 對方推掉 然後最後要擦屁股 就是你本人的話那你就會很痛苦 那這個公司如果他的那個底子很厚 就是錢很多 呵呵 可以養一些這樣子的 懶蟲 而不fire 掉的話 那 你要小心一點 對 因為有一隻懶蟲就會變兩隻 就會變三隻 他會有感染的 然後 工作還是在那邊嘛 那最後呢 所謂 叫做 能者多勞 你都很會做事情 不好意思 你會很累 因為最後就被壓在你身上要去處理 所以我建議呢 你要想辦法去建議出 一個新的結構 給你的主管 讓你在這邊可以被脫身 或者是至少不要被影響到 比如說 又是 擦屁股啊 要不然就是 熬夜要去處理 他們本來應該做事情 可是沒有做 然後你 你有 責任心嘛 你可能看他放在這邊也不是辦法 客人也是 需要回復嘛 都沒有人做 你就拿自己做 所以 苦的辛苦的還是你自己 如果你有 就是很強烈的這種 想要把自己 事情做好那個心的話 因為我自己有 所以 我就是遭遇了 我剛剛講的這一堆事情 擺爛的 同事們嘛 那就是 出貫了我後來在擦屁股 在做這些東西 所以我在凌晨兩點三點 才睡覺或者是睡在公司 就是家常便事 這件事情本身不對 是因為公司沒有對的結構 所以才讓 懶蟲可以變懶蟲 然後 認真的人 就會有一對 鳥事 是的 但是 這是 我還是 堅持說 能者多勞 時間一長 因為 每一次都是我在幹跟 解決這些有的沒事情 所以能力 別人 別的同事 或跨部門的同事的能力 慢慢的慢慢的慢慢的都跑到我身上 我就越變越強 越變越有價值 所以 我的建議是假設 你是能者多勞 你很累 你覺得做這麼多事情在講的話 你只要注意你自身的成長 不要累過頭 但是累 是表示你正在 擴增你的能量去處理更多的事情 即便很多事情跟你不相關 不需要你處理 他會讓你 變得更有價值 就是以一個時間軸在拉長的角度 再回頭看的話 我自己就是一個這樣 從以前我在學校的時候 我發現我很喜歡 幫別人做功課 我會跟人家收錢 就是說 你要畫畫畫什麼東西 我就畫畫 然後就給他 然後我就收到 收到錢 然後我心裡在想說 哈哈太好 我又幹掉一位同學 我剝奪了 你 畫畫的時間 然後 畫畫的練習 又在我身上 然後你還要拿錢給我 所以我會越變越厲害 然後你會越變越弱 哈哈 我那時候的 心態是蠻變態的 所以 會有過勞的傾向 我也不建議啦 甚至說 當年的我是真的是比較 You know 就是 奇怪的想法 成長的類 是內在發出的一個成長訊號 對 就是 分辨它是一個好的類 投資自己 自己變得更成長 變更厲害 更有價值 的一個人 能夠承擔更多事情的 這種類 還是 完全被壓垮了 就是 我不想要再上班了 我不想要再看到我公司的 旁邊做這些人的 那個就是一個負面的類 就是 什麼類 你要再去思考一下 了 就算了 了 就算了 就算了 了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